草原民族夏季很少杀羊 一则 因为杀一只大羊 大部分的肉无法储存 天太热 苍蝇有多 放两天就发丑生躯 不明的办法 是将鲜羊肉割成拇指粗的肉条 沾上面粉 防营下去 再挂在绳子上 放到包里的阴凉处 晾成干肉条 每天做饭的时候 切两根肉条放在面条里 只是结点肉味而已 如果碰上连续阴天 肉条照样发绿发臭 便至长区 二则 还因为夏天是阳上水标的季节 阳上做水标以后 到秋季还得抓游标 两标未上 夏阳只是个肉架子 肉薄 油少 味差 牧民也不爱吃 而且夏季羊刚剪过羊毛 杀羊后羊皮不值钱 只能做春秋季穿的剪肠毛帽 比利哥老人说 夏天杀羊是糟蹋东西 牧民夏季少杀羊时 就像农民春天不会把麦苗割下来冲击一样 鹅伦草原 虽然人口稀少 处群庞大 但是政策仍不允许草原牧民敞开肚皮吃肉 对于当时油水稀缺 限量公肉的中国 每只羊都是珍稀动物 保持了一秋一冬一春肉时的知青 一下子见不到肉 马上就受不了了 便不断要求破例照顾 但知青向足力申请杀羊 往往得不到批准 嘎斯曼一见沉沉上门 就笑呵呵的用香喷喷的奶皮子炒糖 拌炒米来堵他的嘴 还准备了一包新鲜的奶食品送给他们包 梦个城镇 每次都只好把杀羊的要求憋了回去 偶尔有一个小组的知青申请到一只羊 立即就拿出一半羊肉 分给其他小组的同学 让大家都能隔上一段日子 吃到点鲜肉 但这样一来 各家的肉条存货就越发的少了 人还好说 可小狼怎么办呢 这天 陈震献给小狼的石盆里 放了半根臭肉条 简单的打发了小狼 然后赶紧拿着空石盆 跑到包里想办法 他坐下来吃早饭 望着锅里几块小小的羊肉干 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肉干捡了出来 放到小狼的石盆里 小狼跟狗不一样 他不吃没有肉味的小米粥和小米饭 没有肉和骨头 小狼就会坐立不安 发喊的啃铁链子 陈震就着腌韭菜 吃了两碗肉干汤面 就把半锅盛面倒在了小狼的石盆里 又用木棍搅了搅 把盆底的几块羊肉干搅到表面 好让小狼看到肉 陈震端起盆闻了闻 还是觉得羊肉味不足 他打算往石盆里放一些用来点灯的羊油 夏天天热 放在桃罐里凝固的羊油 已经开始变软变味了 好在狼是洗食腐肉的动物 腐油对狼来说也算是好东西 包里从冬天储存下来的两大罐羊油 是他和杨克每天晚上读书的灯油 够不够坚持到深秋还难说 但小狼正在长身子骨的关键阶段 他只好忍痛割舍掉一些读书的时间了 不过 陈震仍然改不掉天天读书的习惯 看来只好厚着脸皮去向嘎斯麦咬了 比利哥老人和嘎斯麦 如果听说他们读书的灯油不够了 一定会尽量供应他们的 夏季太忙太累 他给老人讲历史故事 并听老人讲故事的机会 越来越少了 陈震从桃罐里挖了一大勺软羊油 添到热热的石盆里 浇成了油汪汪的一盆 他又闻了闻 羊油味十足 应该算是小狼的一顿好饭了 他又把大半缕锅的小米愁粥 倒进了狗屎盆里 但是没有舍得放羊油 夏季少肉 草原上的狗每年总要过上一段半鸡半饱的日子 推开门 狗们早已拥在门外 陈震先喂狗 当狗们吃光舔进石盆 推到了包后的阴影里 才端着狗屎盆 向小狼走去 一边走着 一边照例大喊 小狼 小狼 开饭咯 小狼早已激红了眼 亢奋 雀越 几乎把自己勒死 陈震将石盆快速推进狼圈 然后后退两步 一动不动的看着小狼 抢吃肉油面条 看上去 小狼对这顿饭似乎还很满意 给小狼喂食 必须天天读 顿顿喊 陈震希望小狼能记住他的养育之恩 至少能把他当作一个真心爱他的异类朋友 陈震常想 将来有一天 他娶妻生子之后 可能对自己的儿女也不会如此伤心动情 陈震相信 狼有魔力 在饥饿的草原森林 母狼会乃养人类的起因 狼群也会照顾保护他 并把他抚养成狼 如果没有一种超人类超狼类的魔力情感 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神话的 陈震自从养狼以后 经常被神话般的梦想和幻想所缠绕 他在上小学的时候 曾读过一篇苏联小说 故事说 一个猎人救了一条狼 把他养好伤以后 放回了森林 后来有一天早晨 猎人推开木屋的门 门口雪地上放了七八只大野兔 雪地上还有许多行 大狼脚印 这是陈震看到的第一篇 人与狼的友谊故事 与当时他看过的所有有关狼的书和电影都不同 书里写的大多是狼外婆 狼吃小羊 狼掏食小孩的心肝一类可怕残忍的事情 甚至连鲁迅笔下的狼都是那种传统的残暴形象 所以陈震一直对苏联小说十分着迷 多年不忘 他常常梦想成为那个猎人 踏着深雪到森林里去和狼朋友们一起玩 抱着大狼在雪地上打滚 大狼驮着他在雪园上奔跑 如今他竟然也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可触可摸的真狼了 他只要把小狼喂饱 也可以抱着他在绿绿的草地上打滚 他已经和小狼滚过好几次了 他的梦想差不多算是实现了一半 但那另一半 他似乎不敢梦想下去 小狼长大以后 给他留下一额狼狗仔 然后重返草原和狼群 陈震则在梦中见到自己骑着马 带着一群狼狗来到草原的深处 向荒野群山呼喊 小狼 小狼 开放了 我来了 于是 在迷茫的暮色中 一条苍色如钢 健壮如虎的狼王 带着一群狼呼啸着久别重逢的亢奉豪声 向他奔来 可惜 这里是草原牧区 不是森林 银盘有猎人猎狗布箱和套马杆 即使长大后能重返自然的小狼 也不可能叼七只大野兔作为礼物送到他蒙古包门口来 陈镇发现自己血管里好像也奔腾着游牧民族的血液 虽然他的曾祖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但他觉得自己仍不像是纯种农耕民族的后代 不像华夏的儒氏和小农那样实际实干实用实地和脚踏实地 那样第一是梦想幻想和想如飞飞 陈镇既然冒险地实现了一半的梦想 他还要用兴趣和勇气去圆那个更困难的一半梦想 陈镇希望草原能更深地唤醒自己压抑已久的梦想与冒险精神 小狼终于把石盆舔干净 小狼已经长到半米多长 吃饱了肚子 他的个头显得更大更威风 身长已经比小狗们长出大半个头了 陈镇将石盆放回门旁 走进狼圈 现在到了他可以盘腿坐下来和小狼耳病撕磨的时候了 他抱了一会小狼 然后把他朝天放在自己的腿上 再轻轻地给小狼按摩肚皮 在草原上 狼与狗在厮杀的时候 他们的肚皮绝对是敌人攻击的要害部位 一旦被撕开了肚皮就必死无疑 所以狗和狼是绝不会仰面朝天的把肚皮晾给他所不信任的同位或异类 虽然盗耳机的小狼因为咬伤小孩被打死 但陈镇还是把自己的手指让小狼抱着舔 抱着咬 他相信 小狼是不会真咬他的 小狼啃他的手指就像咬他的亲兄弟姐妹一样 都是点到为止 不破皮 不见血 既然小狼把自己的肚皮放心地晾给他 他为什么不可以把手指放进小狼的嘴里呢 他在小狼的眼睛里看到了完全是有意和信任 一晋中午 高原的独日把空性绿草针晒没了锋芒 草原大多打尿倒服 小狼又开始受刑了 他张大嘴 不停地喘 舌架上不断地躺着口水 陈镇将蒙古包的围毡全部掀到了包顶上 蒙古包拔面通风像一个凉亭 又像一个硕大的鸟笼 在包里 他可以一边看书 时不时向外瞻望照看的小狼 只是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帮帮他 草原狼从来不惧怕恶劣天气 那些受不了严寒酷暑的狼 会被草原无情地淘汰 能在草原生存下来的都是硬骨铁汉 可是如果天气太热 草原狼也会躲到阴凉的山檐后面的 陈镇听碧里格老人说 夏天放羊遇到凉快的地方 别马上让羊停下来乘凉 人要先过去看看草丛里有没有狼在打埋伏 陈镇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小狼降属解温 他打算先观察狼的耐热力究竟有多强 吹进蒙古包里的风也开始变热 盆地草场里的牛群全部吃草了 都卧在河边的泥塘里 远处的羊群大多落在迎风山口处睡觉 山顶上出现了一顶顶的三角白帐篷 阳光温热的受不了了 就把套马杆斜插在焊塔凳里 再脱下白单袍 把领口放在杆上 用石头压住两边拖拖一脚 就能搭出一个临时遮阳帐篷 陈镇在那里面乘过凉 很管用 帐篷里往往住的是两个羊官 一个人午睡 一个人召开两群羊 三角白帐篷 只有在草原最热的时候才会出现 陈镇渐渐坐不住了 小狼已经被晒得焦躁不安 站也不是 卧也不是 沙地 闹出水波式的热气 小狼的四个小爪子被烫得不停的捣唤 他东张西望的到处寻找小狗们 看到一条小狗躲在牛车下的阴影下 他更是气急败坏的针铁链 陈镇赶紧跑出了包 他担心 再这么曝晒下去 小狼真成了糖炒栗子 万一中暑 肠里的兽医绝不会给狼治病的 怎么办 草原风大 只有雨衣 没有伞 不可能给小狼打一把遮阳伞 那么 退一张牛车来 让小狼躺在牛车下 但是牛车的结构太复杂 弄不好小狼脖子的铁链会被咕噜缠住 把小狼勒死 最好是给小狼打一个阳官那样的三角遮阳帐篷 可他不敢 所有野外的人畜都干晒着 有人竟为狼打凉棚 这是什么节级感情 那样 全队反对养狼的牧民和知青 就该有话说了 这一段大家都忙 几乎都已忘掉了小狼 偷养小狼不可张扬 陈镇再不能做出提醒人们记起小狼的事情了 陈镇从水车木桶里咬了半盆清水 等到小狼面前 小狼一头扎进盆里 一口气 把水舔喝光 然后迅速钻到了陈镇身体的阴影里 来躲避独日 他像个可怜的孤儿 苦苦的摁住了陈镇的脚 不让陈镇走 陈镇站了一会儿 马上就感到脖子后面 喳喳的疼 再不离开 就要被晒爆了皮了 他只好退出了狼圈 打了半桶水 泼在狼圈里 沙地里冒出阶梯蒸笼般的蒸汽来 小狼立即发现 地面温度降了不少 马上就躺下来休息 他已经一连战了好几个小时了 可是 不一会儿 沙地就被晒干 小狼又被烤得团团转 陈镇 再也没有办法了 他不可能连连地给它泼水 就算能 那么轮到他放羊外出的时候 又该怎么办呢 陈镇进了包 看不下书去 他开始担心小狼晒病 晒兽 甚至晒死 他没想到 摔羊小狼保证了人处的安全 却保证不了小狼的生命安全 要是在定居点 把小狼养在圈里 至少还可以得到一面墙的阴影 难道 在原始游物的条件下 真的不能养狼吗 连比利格老人 也不知道如何养狼 他们有一点经验可以接见 陈镇始终盯着小狼 苦思苦想 却仍是一筹莫展 小狼继续在狼圈里转 他的脑子好像也在不停地转 转着转着 他似乎发现了狼圈外的草地 要比圈内的沙地温度低得多 小狼骗着身子 用后腿踩了几脚草地 嗯 大概不怎么烫 小狼马上把整个身体 躺到了圈外的草地上去了 只把头和脖子 留在圈内的躺沙上 铁链被小狼拽得笔直 他终于可以伸长着脖子休息了 虽然小狼还在曝晒之中 但却大大减少了身体下的烘烤 陈正高兴地真想亲小狼一口 小狼这个绝顶聪明的行为给陈正了一线希望 他也总算想出了一个办法 等到天更热的时候 他就隔了些日子给小狼换一个有草的狼圈 只要狼圈里又快被踩成了沙地 就马上挪个地方 陈正在心里看到 狼的生存能力总是超出人的想象 连媒娘带领的小狼 天生都会自己解决问题 就更不要说那些集体行动的狼群了 陈正蹦躺在背卷上 看起书来 以上 被开续圈地看起来 有一次吸血冰线 然后 重上滴 我们也有用来 绝对硬朗 衣食二十字 就按 重上滴 水 Canal 咱们 咱们 咱们